你坐在我前面 我工作不下去啊 你坐在这儿我也没法工作呀 那你让我上哪儿啊 回家呀 我这一会儿就忙完了嘛 好好好 那你让我上哪儿啊 那你让我上哪儿啊 那你先忙吧 我先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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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事了 我送你回去吧 你没走吗 我一直在楼下等你 不是叫你回去休息吗 你都这样了 还为公司加班 我回去睡觉 我还是有人性的老板嘛 那你也不能在这儿等这么长时间哪 心疼我了 那你赶快上车 我也想回去睡大觉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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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прев双 الط Working 把孩子打了 幸好 啊 飞飞 飞飞啊 我得批评你两句 我为公司如此呕心吝血 你还批评我 你对公司没话说 我要批评你的是 你最近对我冷淡了许多 还跟我客气 我 为什么 为什么 我 我没有啊 我知道 我知道你在怪我利用周慧明 跟我表舅对着干 我知道 但飞飞我没办法呀 我这是在自慰 我表舅他步步紧逼 极力阻挠这个项目 我不反击 他就会把我逼到绝境 这个项目我输不起 我真的输不起 飞飞 你要是我 你会怎么办 所以啊 飞飞 你不要认为我不尽人情 飞飞 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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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杭中 多美啊 是啊 很美 完成这个项目之后 我要你嫁给我 你说什么 等完成这个项目 我要向你求婚 你愿意吗 你愿不愿意 灿烟 我们说好的 项目完成之前 什么都不谈的 先把这个项目做好吧 以后的事 你以后再说 好 送我回家 好 好 好 你终于修成正果了 我没有答应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本来我想呢 我应该很开心 可他真说出来 我反而觉得 我好像没那么渴望了 这是为什么呀 说不清楚 难道你在玩欲擒故作 去你的 我还没那张力呢 菲菲啊 你都快成齐天大胜了 你还慎着干嘛 赶紧把自己嫁出去吧 什么意思啊 你要混我走啊 不是啊 你 你自己想清楚吧 别错失良机了 大胜啊 来了怎么不进去啊 我 有事 可是 又不知道该怎么跟表姑妈说 什么事 今天财务部的宋经理跟我说 我干爹最近大量转移资金 他还在北京融资 但不是为了EAC 什么 他去北京融资 但不是为了EAC 那他为谁 我担心这些事 跟表姑妈说了他会承受不住的 所以先等你回来了 你说 你看这张名片 是我在干爹的衣服里发现的 诚信地产 我干爹现在做的事 对不起EAC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雅清 我知道这件事让你很为难 你能来跟我说 我非常感激 这件事就让我来处理 好吗 那我干爹会不会有事啊 现在还不确定 我还得跟我妈商量一下 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 一切由我来办 那我先走了 雅清 谢谢 咦 徐总 高牧先生 好久不见 中文越来越好了 哪里哪里 请坐 请坐 好 来 您坐 高牧先生 我们的企划书已经发过来了 不知您看了没有 看 看过了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 那是 另一家公司开出的条件 比你们好 有什么条件 他们在分配利益 和前提投入方面 要比你们优惠 我们的预算已经是最低了 他们比我们还低 这其中就有问题了 那也未必吧 高牧先生 EAC在建筑界的业绩 是响当当的 我想 如果我们两家公司 强强联手的话 一定会再创辉煌 最主要的是 我们看中贵公司的资质 我相信您在行业多年 也不会轻易相信 一家没有业绩的企业 嗯 顾小姐的话 一臣见信 EAC是老牌公司 这样吧 我在报警总部 对你们两家 进行最后的评估 那需要多长时间 好 等我的消息吧 我要确切的时间 好 顾小姐真是寸步不让啊 中国有句古话 时间就是金钱 嗯 知理明言 好吧 十天时间 一个星期吧 嗯 好 薛总 希望我们能够合作 好 选择 哎呀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请讲 高牟先生方便告诉我 我们的竞争对手是谁吗 呃 这个 这不大方便吧 是诚心地长吧 你怎么知道 我希望很快有您的好消息 好 希望我们合作成功 请 成兴地产是哪家公司啊 一家新公司 新公司 敢和杭州的地产 EAC竞标吗 新公司不假 可是她的老板 我们并不陌生 谁啊 我表舅 张副总啊 真是笨哪 让人有机会借机下蛋 让他回来跟我抢市场 我怎么那么笨哪 那说不定 不是张副总呢 可能是巧合 听一下有这么巧的事吗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我不能给她出卖公司的机会 我必须上报董事会 薛灿 你不要冲动啊 菲菲 这是你别管了 你只要搞好你的设计就行了 她出卖公司 自作自首 董事会这次也帮不了她了 你太太还好吗 你太太还好吗 好多了 什么时候回来上班 明天 明天立会 董事长和董事会的各位董事们 都会到 出什么事了吗 有人出卖公司 是吗 谁 张成信 张成信 我已经查出来了 上一次泄露我们公司底价的 就是他 这次他又用自己私下开的公司 跟EAC抢生意 那你打算怎么办 怎么办 自然是公事公办了 你约我出来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高墓是不会出面说的 只有你 我没让你做伪证 我没让你做伪证 我是让你实话实说 我没让你做伪证 我能不让我出现 好好地 并且 你必须 有个女儿 可能 也不想 只要你 除了 他走了之后 这个集团副总经理的位子 就会空出来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 当然 你有一整个晚上的时间 慧明 你要清楚一点 EAC集团姓薛 补醒赵 下班后 我有话跟你说 好 拜拜 林天董事会 薛彩要对付张副总 und 希望您不会 一家人 为什么呀 亲情和权力面前 还有一家人吗 他让你做证人 他暗示我说 如果我出面指证张成信 那将来副总的位置就是我的 他还希望我认清一件事情 就是ESA姓薛不姓张 那你准备怎么办 不行的话 明天不要去公司了 这样既得罪了薛灿 还得罪了张成信 那你决定怎么做呢 我决定说出事情真相 慧明 你约我来 就是跟我说这些的吗 菲菲 一旦我出现到明天的董事会上 公司所有人都会认为我是为了往上爬 这些我都无所谓 我希望你能够明白 我不是那种人就好了 嗯 谢谢 干爹 喝咖啡 哦 行 谢谢啊 放那里好了 对了 干爹 还有一个星期就是 薛灿成了董事会的最后期限了 如果那个项目没案计划完成 那薛灿是不是就要离开ESA了 谁叫他自不量力 那是他自找的 干爹 可不可以放薛灿一马 你什么意思啊 薛灿当着所有人进口说过 如果不完成项目就不和我结婚 万一他真的离开ESA那我怎么办 哎呀 雅琴啊 干爹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如果薛灿没有完成这个项目 他才有可能跟你结婚 如果他完成了这个项目 就不会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了 那他还会履行承诺跟你结婚吗 不是的 干爹 小灿的脾气我是非常清楚的 他真的是说得出做得到 我真的很怕他 小琴 你怕什么呀 退一万步说 啊 就算薛灿毁婚他不娶你了 只要干爹掌握着ESA 全杭州的青年才俊随便你挑 我只爱薛灿一个人 什么 干爹 我求求你 你就放过薛灿吧 我求求你了好不好 雅琴啊 你要我放他一马 我放过薛灿 薛灿肯放过我吗 不是干爹 以后在家里 不准再提这个话题了 我求求你了 原来在干爹的心里 我只是一个随时刻意舍弃的牺牲品 一家人 这是干什么呀 妈 明天立会 我会在董事会上揭发这件事情 妈 你会支持我吗 妈 你不能再心软了 不然AAC迟早会被她挖空的 小灿男 你想过雅琴吗 雅琴她会支持我的 是吗 我现在只希望得到您的支持 小灿男 我实在是不愿意看到 你和你表舅之间斗来斗去的 妈 表舅她图谋AAC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要不是她步步紧逼 我更能活活累死在浪漫巴比伦上吗 妈 明天无论如何 请你支持我 正如政策 明天提出 我実它吗 天心 这么说 对于蔡爷来说 明天是个很关键的日子 如果赢了 张承信走人 那以后 蔡爷就是ESA真正的主宰了 是 如果张承信不走 按照蔡爷的脾气 恐怕以后 也不会在ESA做老总了吧 你是盼他赢啊 还是书啊 你怎么会这么问 因为在你脸上 明明写着两个字 纠结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真的不希望 EAC是个你死我活的战场 我希望大家和睦相处 共享成果 你好博爱 好伟大 也不是你说的那样 我就是不希望 把蔡爷变成那种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不择手段的人 她真的变了很多 还是她以前就这样呢 是忘了 我觉得蔡爷 不像我当初认识的蔡爷了 你太多愁善感了 我真的很希望 她还是那个弹吉他的菜 好看 今天开会前 董事会 接到一封检举信 这封信 是检举EAC的一位高层 这位高层 向竞争公司 泄露EAC的商业机密 并挪用公司的公款 维持个人利益 由于事关重大 所以请各位董事会成员 和相关责任人 到场澄清事实 下面我宣布 这封检举信的检举人 EAC地产总经理 薛灿 被检举人 副总经理张承信 承信 对此你作何解释 薛总指证我 有什么证据吗 我们和德方谈判 底价被掀的头一天 你打电话给我们的竞争对手 日本大野地产公司 华南区项目总监 高牧红一 打电话给高牧红一 就是出卖公司 就是泄露公司的商业机密 华总 华总 这未免太牵强了吧 设计部顾飞飞小姐和大野公司的山下中平握手喝茶都没事 我打个电话就被扣上这么大的帽子 薛总 你觉得这公平吗 是我让顾飞飞去接洽大野公司的 哦 是在购买德国环保技术底价被泄露的前一天 薛总就知道技术会被大野公司买走 这个 真是有先见之明 所以你就提前安排了顾飞飞小姐 去接洽大野的山下 对 我还有人证 让他进来 好的 周经理 顾小姐 薛总请你们进去 哦 好 知道了 好 知道了 慧明 你实话实说 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 我知道 嗯 董事长好 坐吧 周经理 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 我们跟德国谈判底价被泄露的前一天 张副总约你去喝咖啡 你们都聊了些什么 张副总恭喜我又回到项目小组 并做回副组长 还有呢 他还问我和德方最后接洽的底价是多少 没错 我是问过周经理底价大概是多少 但周经理请你告诉在座的各位 你跟我说了吗 我并没有 我说这是公司最高机密 不方便透露 但是 张副总 又按手了一个数字 我并没有否认 董事长 各位董事 徐总一直说我 不关心浪漫巴比伦这个项目 那么我身为公司的财务总监 我想 关心一下 公司的财务总监 需要花多少钱 这应该不过分吧 这倒是应该的 应该对他简直自由 就算我有点月职的嫌疑 但是我的用意是好的 更何况周经理并没有告诉我 一个确切的数字 那就单凭我事后打个电话 给高牧先生 就无端地指责我出卖公司 我觉得这是无稽日谈 对 那么这个怎么解释 这一张名片能说明什么吗 诚信地产 你说呢 诚信地产 是我的产业吗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以后凡是叫诚信的 那就都是我张诚信的 这是不是太可笑了 对 确实 大野公司的高牧亲口跟我证实 就是这家诚信地产正在跟我们竞争 这家诚信地产公司的老板 就是张副总 各位董事 这位顾菲菲小姐的话 应该不能采信 为什么 薛总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你就是因为顾菲菲小姐 所以才迟迟不肯和我们家的官雅琴结婚 她是你的人 那她的话能信吗 你胡说 你们两个不要吵了 菲菲 你实话实说 不要有顾虑 高牧先生说 和她接洽的确实是诚信地产 但是没提到张副总 菲菲 薛总 对不起 我知道的只有这些 董事长 各位董事 我真的希望我张成信在公司在为各位股东打拼的时候 不会有人说我是出卖公司的小人 薛灿 薛总 他虽然是我的表直 但对于他这种毫无根据的胡乱猜疑 我是非常心痛的 我真的不希望看到一个和睦团结的公司 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薛总 你还有什么可以指证我的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先离开了 等一下 我这里有一张 我这里有一张 从贡商局调来的 成信地产注册的副本 成信地产的法定代表人 叫李书华 也就是张成信的太太 还有 我们和德国购买技术底牌被泄密的前一天 我看到高穆红衣来到我家 我轻耳听见 我干爹张成信 把我们的底价 泄露给高穆红衣 他要的条件就是 以后他的成信地产 要和大野公司合作 要高穆红衣多多关照 大野公司合作 放死在楼上 我砍死在楼上 你怎么会有这段时间的 看不见 你怎么办 雅琴 对不起 干爹 没想到 关小姐会指证张副总 是啊 全都是张副总一手培养的 喂 真的 知道了 知道了 最新消息 最新消息 关小姐在董事会上揭发了张副总 她是张副总的干女儿 她揭发张副总什么呀 对呀 她揭发张副总自己的公司和大野公司合作 阻止我们的项目进行啊 不是吧 那 那我不是也惨了 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啊 谁不知道我叔叔是张副总的铁杆啊 老李哥 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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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天台见 咱们成功了 嗯 你不恭喜我 我非常想 可是说不出口 我没想到 那关键时刻 你没有站在我这边 我也没有想到 关雅琴会帮你 都过去了 我不怪你 你怪不怪我 我都必须说实话 我已经说了 我就想 Dancing 我还没有想出 我的腦袋 你真是真是 对不起 你不用说对不起我 你也别以为你出卖了我 薛灿就会感谢你 我告诉你 他爱的是顾飞飞 你只不过替别人做嫁衣 你只不过替别人做嫁衣 从小到大跟在您身边 我学会了一件事 就是争取 我有办法让薛灿娶我 那我就恭喜你 不过 你替我转告薛灿 他没有赢 露死谁手 还不知道 跟爹 我可是我还不想 给你带一套 对不起 你带一套 这个没有人 你带一套 怎么过去 有点 那你不带一套 那你带来 你带一套 那我放备 表舅走了吗 你没说什么 他很平静 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但是我知道 他在EAC做了三十年 现在要他离开 他心里一定非常难过 我是不是做错了 你没错 要怪 只能怪他自己自作自生 我得先回一下家 怎么了 我想暂时先搬到酒店去住 为什么 我没脸再在干地家待下去了 是 雅琴 要不你就暂时住在我家吧 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 你小时候不是天天住在我家吗 那好吧 多谢 嗯 张总总 我来送送你 我来送送你 对不起 或者 你也可以挑刀程信啊 我随时换应 你等着吧 不首三年 我还会回来 到时候就是程信兼讏EAC 你要 want many ss you 魏明 张副总走了 没事吧 没事 周慧明 你还是不是人啊 黄经理 张副总在位的时候顶着这么大的压力 给你提成设计部的经理 还准备排养你为项目总监 你一道过河拆桥背后捅刀子 你 你太可耻了吧 黄经理我没有 你说什么 你这是干嘛呀 你别管 你给我滚开 周慧明 你今天把花锅说定住 我说的是事实 你说的狗屁事实 我问你 薛才给你什么好处了 你这种人哪 你会得到报应的 黄经理啊 你口下积德嘛 你也不是什么好人 黄经理 这里是公司 请您注意自己的身份 如果您再这样闹下去的话 我就要喊保安了 怎么 你到薛才那儿告诉我呀 告诉你 我辞职信都写好了 我今天就走 我去诚信公司 我不但是人事部经理 我还有股份 你们这些人哪 一个个瞪着眼睛 看着ENC倒闭吗 所长 所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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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